人生匆匆数十载 总会遇到一些事情或者人物 顿然令到你彷徨无助 与其世事难料 不如我们又将这份 虐心之痛或者美丽回忆 永远藏在这一瓶永生花身上 令到这份值得回味的感觉 永生不灭 我不是做恒狗更浪漫吗 我们又回来了 我看到你的碗还有鸡 是呀 好吃 不过我们再谈一下 好 刚刚说到你和胡八泉先生的关系 是的 我觉得你挺勇敢的 第一 胡八泉先生真的很爱你 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十八岁 是一个小女孩 也是初戀的 因为未曾爱过人 未曾拍过拖 正在读书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其实你觉得 你的出现呢 胡三是做了什么决定呢 她只是觉得 她是我一个人 她负责所有的人 无论什么环境 什么事 她都会承担一切 不会被我受伤害 你有没有试过逼她 跟她妻子离婚 和她一起 没有 我一点也不会 她是否离婚 对我是没有关系的 她每天都是跟我一起的 我认识 你已经拥有了她 是的 所以其实 那个关系 那个名分 没有太大意思 完全名分 对我一点也没有影响 嗯 其实 你在这个三人行 会不会这么说 三人行的关系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很辛苦 因为胡先生 所有的时间 所有东西都给了我 是的 每分钟都是属于我的 我知道 但是她回家 是迫不得意的 会不会失落 她回家的时候 她会失落 我不失落 因为我回家的时候 她电话可以打到天亮 这么有趣 其实她人离开了你 但她心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失落 整天都觉得她太过痴情 你连她自由自由也没有 真的 你只能觉得她太痴情 是 自由也没有 不如我跟她去完邪 我的车正在拍楼下 她已经电话响了 已经告诉我 你开定门她到的 要迟些 她问我做什么 没有东西 是否要塞车 她是这样的人 我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男人 是吗 读书里面认识 大家都学生 是吗 那时候没什么 大家都学生 是什么 吃过餐 大家没有钱 都是两份吃 是这样 所以不知道 但是认识了她 因为她年纪大 她好像当我女儿 我觉得自己 又好像是人的女儿 又好像是爱我的 她的爱可以给我 我没有忧没有泪 觉得做人 为什么不用忧虑 不同的 读书也有些忧虑 又要有忧虑 放下词 被家人骂 很多事情都忧虑 但是跟她在一起 我没有忧虑 其实也很幸运 这段感情 也很幸运 虽然外界可以说 你是一个第三者 不过你是一个很幸福的第三者 是 我很幸福 所以在那些年代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你如果选多一次 会不会再 square 不要再 再多一次也爱 是真的 一个人一生 只是一次真正的爱情 再多一次是没有的 怎么会是 自己一生人一次是 即是 你爱一个人 你觉得这个人 没有了他就不行了 真的没有了他的支持 你再找第二个 你心里想着那一个 你不会有人可以填补你 填补不了 说可以忘记是骗你的 是忘记不了的 这个是上天整定的 这些是真正的感情 如果晚晚下假不到 今天和你没有爱情 明天和他有爱情就行了 不可以的 这些就算你没有了他 第二个填补你不了 这个是真的 那现在潘sir是否填补到 填补到的 填补到的 因为真的爱情只是一次 不可以有第二次的 第二次都是爱情 不过你不是爱到真的 觉得这个人 你永远不可以忘记 你觉得自己好胜心是否很大 我不是好胜心是很大 但我怎么说呢 我拥有很厉害 我佔有很强的 我要那样东西一定要得到 而且我得到那样东西 我不会放弃的 我人生就是这样 都很符合你的性格 是啊 这是真的 既然说完爱情感性 说回开心事 好 契仔契女 真是 你是儿孙满堂 你不只是儿孙满堂 你不只是儿孙满堂 有多少个契仔和契女 加起来 其实多到我都忘记 其实我告诉你 好吗 你说 是532个 我真是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认得他 当然 他说是这样 契妈 契妈 我说好 那就认了 契仔年代曾经揹个锅 你 OK 有契仔在外面闯了 拿你的名义来 这样 这样 你害了很多东西 怎样提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引以为 你不再收契仔契女 或者对契仔契女 收的时候 会有一个界线 我没有这么想的 我收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完美 犯了错 我不知道 人也会犯错 不会因为他犯错 我就会自己不收 我的契仔契女 都没有犯错 我觉得他们没有犯错 他们很努力 他们做自己的事 虽然他不是每天可以跟我一起 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这个时势 想见面也很难 我没有怨恨他们 有时他们打过电话 已经很开心 疫情期间 有没有契仔契女 是特别关心你 或者支持你 包括在哪一段时间 买东西也很困难 有 药物 防疫用品 杨峰真的很好 人也有困难 在这段时间 杨峰其实我今天想请他来 他病 他病 很昏迷 什么病 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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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染到的 是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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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我们的时势 差不多 他病 差不多在这时势 他病 差不多要染了 有八个人 他病了八个人 是杨峰病了吗 真是病了 因为我 不是出奇的事 你想想 你有没有染过 有没有确诊过 我没有 我没有出过街 我打了四针 你没有出过街 我现在已经打了四针了 那不是四针的问题 你没有出过街 我有出街 但我很小心 你又出街 但可以怎样小心 我也很小心 你知道疫情的小心度如何? 当然戴好罩 最贵的是什么 然后戴手套出街 医护人员又戴眼罩 我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那时候我很规矩 一早就打了五针 我自己 那些公众长组 我是没有什么去的 你拍摄我就去 那时候你也停了铲 你拍摄有时候 我有去的 习运我也拍摄窝 你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 为什么你会知道 他告诉我 他也需要脱口罩 吃东西也要脱口罩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但是我很虚行 但是我很乖 那些契狗有哪个契狗 你特别觉得 除了阳风之外 会不会在防疫物资 食物或者金钱去帮你 因为你已经有一段时间 差不多停了铲 这样跟你坦白说 我是没有靠过契狗和契女 但我跟你说 是一个是阳风的对我 我没有说到 我几艰难也没有说 你看这边 我从来都不会 将自己的困难告诉别人 这是我的奥戏 我相信你的奥戏 因为你的奥戏 令你过分的江湖移旅程 是的 我奥戏 但是杨风 因为他和我一起 他真的觉得 他自动帮我 一个人 我的奥戏 就是因为我自己 不能帮到人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困难 始终都是这样的 你会否借着一万多千 一万多千就没有 一万多千就没有 一万多千就有 那便没有 那便没有 你也没有人这么奢戏 在这段时间 对不对 一千多百就没所谓 现在吃餐饭 每个人头都差不多 二百多三百元 这件事当然是要的 没得说 很艰难 但如果我没有工作 我怎样去找我二百多三百元 那便就是 所以这些时候 大家就是 捱 你捱得到不行 这个人 说完你的爱情 好可歌可入 说完你的契仔契女 想问你一件事 你害怕死吗 我不害怕 不过我不想死 为什么你会不害怕 因为人终于要死 但是你死的时候 你觉得 你的良心做了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安乐 你未完的事就做了 而且你在社会 不要做一件事 违背了良心 那死就没了所谓 但是你违背良心 你整天都不安乐 你会走也不安乐 但你这么霸道 我霸道不是我害人 我帮人 我霸道也是帮人 没所谓 我想问 如果现在 有个试者告诉你 黄小姐 你只剩下一个人的命 你会做些什么 好了 究竟夏卫医会做些什么 我们下一节再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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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